如何对付爱尿床的小公猫 由于小海豹上次尿床 被我惩罚自己洗床垫之后 比较不改 我就决定不让海豹再进卧室了 可是没想到海豹总是趁我不注意 自己偷偷跑回房间睡觉 可每次看他睡觉乖巧的样子 我就总是不忍心打扰他 结果今天发现他又尿床了 烦死了 又让我洗床袋 谁让你这个小猫咪总是尿床 以后家里的床袋都让你洗 这么多怎么洗得完呀 干嘛不用家里的小天鹅小钢泡洗红一体肌啊 它是用水魔方冷水洗 还有UDC静泡 固形护色还不伤衣服 小钢泡的UDC静姿少残留 里去屋的同时还能大幅度减少 一屋的化学残留 贴身穿着更安全轻浮 十公斤的大容量 床单窗帘一次洗红 无需分批满足全家洗红需求 内置的NTC传感器 能实时监测内桶温度 结干一程度 还有全时巡航出军 出军力满满 小钢泡虽然方便又好用 不过为了让小海豹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所以决定好好惩罚他一下 小海豹来把泡河的衣服也洗了 不许用洗衣机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轮上厕所 尿布罗里 情绪迷税